原标题,解放军轰6战机首度半夜绕台台军紧张到主动爆料,台军F-16战机,半飞解放军轰6K,图片来源,台湾联合新闻网海外网。 5月25日点解放军轰6再度绕台,此次让台军神经紧绷的是,轰6首度银行绕台,台军主动公布了这个消息。 今天,25日,台军称,解放军轰6于凌晨4时,须飞、金巴士海峡后进入宫谷水道,实施远海长航训练,解放军轰6首度银行台当局声称全程监控。 据台湾联合新闻网消息,台军空军司令布金,25日表示,解放军空6型机,一批两架刺,于凌晨4时许飞,经巴士海峡后进入宫谷水道,实施远海长航训练,全程派机监控。 值得注意的是,台没形容,解放军派机执行远海长航绕台飞行一非新闻,但以往军在白昼飞行,此次则创下凌晨起飞。 在日出时分,飞抵台湾东方攻海上空的记录,台军空军司令布进一步声称,对于周边区域内共击航训动态,军能早期预警,全程掌握,并有效应处。 台军曾罕见公开F-16与轰6K合影,就如台媒所形容,轰6绕台几乎常态,都已不算新鲜事。 解放军5月11日,双向绕飞台岛巡航的消息,在台湾更是引发高度关注。 解放军组35战机首次与轰6K战机别队飞越巴士海峡,实现了绕岛巡航模式的新突破。 台军11日回应称全程掌握解放军此次行动,并首度公布台军F-16战机和轰6K的合影, 即间空红6K挂弹飞行的视频,台湾媒体则对解放军点名台湾不提日本新有期期。 对此,台湾联合报称,大陆空军11日公开点名,对台湾实施双向绕飞台岛巡航,刻意对台实施心理战,恐吓意味浓厚。 当时,台湾国防部不但公布IDF-16战机升空监控的照片,录像,台空军11日还发布名为《阴阳神剑之威,决胜千里之外》的短片, 故作镇定强调台军导弹部队是一支高科技、高素质、高战力的现代化境律。 官兵坚定宁可百年无战争,不可一日无战备的信念,全天候保持高度的戒备,早在4月,仰视在晚间新闻播出了解放军绕岛巡航的视频。 对此,台媒称,这是首次揭露了台湾空军两架F-16战损战机进行半飞的镜头,并抱怨台军在两岸的宣传战中干居下风,对于解放军军演和空军绕岛飞行。 国台办曾明确表示,这些传达的信息是十分清晰和明确的,就是针对台独分裂势力及其活动所做出的强烈警告,展现了我们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决心和能力。 我们有坚定的意志,充分的信心和足够的能力,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,遏制任何形式的台独分裂活动,台独是没有任何出路的,海外网旁程。